大家好,我是小徐 今天呢,还是给我们的狗狗大扫除 因为昨天所剩下几个区域 今天全部打扫出来了 还是细节微生 把细节全部收拾了出来 还是那句话 今后多困难 但是微生一定要保持干干净净 然后还有几件事情想和大家说一下 就是咱们基地现在有 一百多只狗狗是有助养的游妈妈 就是还有一百多只狗狗没有助养人 因为今年确实压力也比较大 我想给那些没有助养的狗狗 单独给他们录个视频 就是寻找一下助养人 有没有游妈妈助养 这样的话会给我们减轻点压力 同时能给到狗狗独特的关爱 也能让毛孩子们就是 多一个人来关心他们 关注他们,关爱他们 大家感觉怎么样 如果感觉可以的话 接下来我就看那些没有助养的狗狗 小学在这里代表基地两百多只狗 跟大家说一份感谢 然后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今天一天的工作评估 以及工作过程 今天继续大扫除 昨天所剩下的几个区域 今天全部都给它收拾出来 下次大扫除就是十天半个月左右了 看如果张的厉害的话 可能会一个星期左右 烧的不厉害的话就十天半个月吧 靠着区域里面 昨天打扫完的区域都干干净净 这是昨天所剩下没有打扫的区域 今天这个人收拾出来 这都是狗毛 下面的狗毛一堆一堆的 因为狗毛到幻季的季节 它那个狗毛是掉落的很厉害 看 这是昨天咱们没有收拾的几个区域 然后这边是昨天打扫出来的几个区域 打扫出来的几个区域 就是相对而言干净很多很多吧 下面狗毛也被冲洗出来了 你洗我腿干嘛老表 老表冲洗我的腿呢 我的腿脏吗 我叔叔就是把那些场地的狗屎啊 那些扫一下 我跟大家说这个并不是说是咱们日积月来的 因为这个很快 天气这狗狗一杀尿它就憋致了 一杀尿尿下来之后一干干了就是一片一片的 这也是每天清洗的呢 脏的厉害的每天都清洗的呢 主要是现在清洗的位置 主杀的是死角 龙子下面狗狗床上 床下面还有围来下面 主要是冲洗这几个地方 都是冲洗一些死角 平时注意不到的一些死角 大家看他这个死角 最容易躲藏狗毛的 就是这个围栏上面 还有这个围栏下面 铁树上 那个狗毛一掉下来 一根一根的积累就积累出这个样子 像咱们场地里面吧 每天都干干净净 主要是这些死角的卫生 比较伤得厉害 看这狗毛 只能用这个水枪来推 水枪推得干净 因为直接冲洗出来了 死角里面也直接冲洗出来了 每年一道幻毛季节 这个狗毛多得很 现在洗的都是特级区 特级区的话比较 不干净 这个边上就比较粗 中间的话特级区是比较干净的 咱们最干净的一个区 就是这个土狗区 这个从狗头身上救下来的狗 这个区域最干净 基本就不用什么大扫除 每天打扫一下就行 因为区域我们最干净的 所以太区区的话也并不干净 因为独狗钓毛都少 很少钓毛出来了 只有区域就不用洗了 到的地方用水冲洗一下就行 啊,啊,啊 啊,啊 啊啊 啊 啊 喔 沿水不足 水 pilgrim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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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扫威士最费的就是水 本来咱们水不打扫不这样大扫厨的话能用一个星期 一大扫厨就一两三天 有时候两三天也用得 比较费水因为都都是用水吸取出来 咱们区域里面的大扫厨 今天算是已经做完了 知道每个区域里面的 然后这个没来下面的死角 看下来 然后扫过用水 看这样我去洗出来 以后狗狗就在这里面 我失账的毛也干净一些 不会再脏了 就算你卫生干净 我身上就干净了 有许多人为什么流浪过基地的狗这么好看 因为我们情怀啊 虽然我们基地工作人员不多 但是我们基地工作人员一个顶两 我要这么说 任何一个工作人员一个都能顶两个 因为卫生收拾的我可以真的是没话说 那么你们到现场来看卫生收拾的都没话说 这是为什么我们基地卫生干净的眼睛 看 你基地卫生收拾干净了 狗狗身上的毛发自然而然就干净了 基地卫生脏 狗狗身上的毛发也脏 它是相同关联着的 卫生脏能带来多少坏处 就是细菌多 狗狗容易传染生病 这是第一个坏处 第二个呢 就是狗狗身上会特别特别脏 你基地卫生干净了 第一会避免不可发生的麻烦 第二呢 狗狗身上的毛发也会干干净净清清清爽爽 这就是基地的卫生的重要性 所以说这不管是哪个基地 卫生一定要阻挡 阻挡卫生 好了 今天给大家记录一下我们最后一天所收拾的卫生 收拾出来干干净净的卫生 小学院在这里代表基地200多只毛孩子 跟你们说一声感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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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